一九 韩刚的心灵动摆 精彩正在继续 韩刚很多时候选择封闭自己的情绪 毕竟异国文化 语言的差异 让他无法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 他这种隐忍的性格 从他破浪吃苦的成长经历中 就可见一半 也许只有在舞台上 他才能失望真实的自国 所以你最难受的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对 你也不会跟朋友去讲这些 反正我的外公也跟我说 你不要说有什么事 老是憋在心里 会憋出病来的 你有什么事你跟老爷说 你全说出来 或找个朋友去说 让你喝点酒完再说 但人的性格改变不了 就你明白你应该说 但是你还是会先自己消化 我试过 我说老爷我试过 我说我跟朋友去喝酒了 喝大了我也不想说 喝大了不就说了吗 喝大了就睡了你也不说了 对 我喝大了之后 我还是能控制自己 但你还是不想说 都喝大了你还控制自己 还能控制自己 那就说还没的 其实我还比较理智 我喝多了之后还比较理智 我知道怎么回的家 怎么洗得澡 但第二天起来我什么都忘了 起来之后 我怎么回的家 我怎么洗得澡 谁给我脱的衣服 谁给我盖的被 我脱的 那其实呢真的我自己打了车 打车我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还很清晰 但是我全完断片了 那我很想去说但是就是不想说 但有一次真是我是跟也是跟我的朋友几个朋友在唱KTV 也是喝大了就哇哇哭 什么话也不说就是哭 就哭了那已经就抽的都是 但也不说还是哭 反正我就觉得不管所有人怎么去看待我 不喜欢我的也好 喜欢我的也好 你可以随便骂我 你会怎么怎么 怎么写都可以 只要我身边的朋友知道我是什么样一个人 我就够了 就自己知道就行了 对啊就够了随便去说 我不在乎 真的我不在乎他骂我什么万恩负义 不在乎他往我说什么 狼心狗肺我不怕 其实我无所谓 人有的时候 人有的时候做一个改变 特别特别需要勇气 因为不是说你对以前的生活有多满意 就是人会习惯于一种状态 你要改变那个状态你会特别害怕 所以很多人最后想半天就说 哎呀那我就不改了 还是在以前的生活当中吧 人都会有那样一段就挣扎的阶段 很长是我改还是不改改还是不改 我已经想了一年了 就这样挣扎了一年 反正我到真正是实在是受不了 我选择了这一步 到最后那时候很害怕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对 我会不知道以后他们会对待我怎么样 我以后路会怎么样 但是从我解决出了这个新闻以后 我去了丽江 在那段时间我就开始马上把自己静下来 去学习 去健身 我就想准备下一期的计划 下一期该怎么走 这是在丽江的照片吗 对 你知道这很逗的 哪个是你我怎么没找到 拿啤酒那个 那次呢是丽江有一个村子里边 有一个过是结婚 我们去去看热闹了 看热闹之后呢 他要请所有村子里边的人 所有人来吃东西 所以呢 对蹭饭就 对 完全 男方以为你是跟女方的亲戚 女方以为你是男方的亲戚 谁都不知道 我还说 我还跟他说 你帮我找个桌子呗 我还就背了一个桌子 说还过来没啤酒 很冷 那时候还很冷 太阳已经下山了 很冷 但是说确实很开心 很好玩 这个时候在北京 就是正式事情闹得比较凶的 那个时候 对吧 就新闻哪 什么闹得比较凶的 很凶的时候 我在这休闲的 但你知道我当时看到那新闻 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吗 我感觉 啊 终于发生了 谢谢 你现在去讲 就是你有点 就是事情都发生了 你怎么说 但我当时那 我现在想就那一刻 就这念头是一闪而过 一闪而过的 但我现在就觉得 因为就是这样 就你 它其实就像一个 一场恋爱 或者一个婚姻一样 就双方没有在一起成长 慢慢长着可能长就分开了 不是谁好或谁不好 你没法去分这些 只不过就你可能不适合 我不适合你了 我觉得 一个公司 还有一人 两个都是捆在一起的 公司努力 一人努力 大家都会好 你不要公司这边强求的一人 一人的压力那么大 全部都压在一人身上 一人一点权力都没有 一点想法都没有 你一点尊重都没有 它会分开 就是这样 我觉得真是互相的一个尊重 才会慢慢地去 把这个公司 把这一人做好 我们说 我们老说七年之痒 七年之痒吧 七年 七年 其实所有的这种分开 我是一个特别不善于 处理分开的一个人 我觉得分开很难 就是我觉得所有的分开 其实都是一样痛苦的 对 我以前一起工作的工作人员 像姐姐啊 哥哥 都非常的好 都是韩国的经纪人 还有工作人员 到真正分开的时候 就是确实挺难受的 我也听说过 他们去哭过呀 说韩庚为什么会这样 但真正理解以后 他们会理解 但有些人 他不理解 他会觉得 你忘本 他会觉得 公司培养你 为什么会这样 还有很多事情 不是做在表面上 给人家看的 只要心里过得去就够 工作有时候就是如 你不觉得吗 嗯 就他会让你 让你忘掉你的那个问题 忘掉所有问题 嗯 我还是比较算是一个工作狂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真的像你歌里面唱的那样 有时候说不是特别需要勇气的事情 感觉是这样 开着架头裂 明明有着不惠 翻唱回去也不过一个人生 忽然觉得竟然有时间内飞 每一天都像脱落一样落实 却发现还在原地转个可悲 露出醉若会不会陷着狼狈 转一看看却到风吹 这情从有多么求闻 那么多年对与不对 枕头剩了吞了笑话 我跟他一起聊我说 你这次你最大的心态是什么 然后他的心态就是觉得说 就是人总是在很多时候 总是违背自己内心本来的意愿 然后去符合很多的人 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让自己压抑的方式 可是呢 人本来就是一个 很有感情的一个动物 人也是很自私的 可是我们在这个 这样一个都市里面 这么大的一个都市里面 这么一个社会里面 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像自己 完全不像自己 即使以后自己 还不像自己 但起码得需要一个让自己 突破或者呐喊的一个机会 他特别的能忍 遇到很多事情我想说不 但是我不行 我没办法 我只能往下咽 一直一直往下咽 然后我说那我们写一首歌 叫说不呢 他说好啊 全都忍了 吞了 消化了所有的刺猬 最后是那个认了 就是认识的认 认了 吞了 消化了所有的刺猬 认了 认了有什么意义呢 还不如说忍了 因为他一直在忍 一直在忍 所以最后就写 把这个认字改成了忍字 不过年对与不对 全都不深恨 吞了 消化了所有的滋味 我只想在此刻大声的 say no 统统徘徊 放纵了自己 say no 哪怕有一身伤口 换着一颗的方向 三次相约 三种心结 出道出的他 抱着怎样的冲击 男的韩国人一听 能够听出你是外国人吗 对对 也能听到我是外国人 你看 中国人嘛 我或者是 身为队长的他 有着怎样的严认 这两年的变化 大不大你觉得 我觉得酸天苦辣 我感觉到什么都比较长到 嗯 演继了很多经验 所以 所以我的收获也很大 但背后的他 不问不去 又有着怎样的先人态度 我不在乎他嘛 不在乎我什么万人的复义 不在乎他嘛 我说什么 那当心 对 看韩庚一路成长 不断更新 我觉得你的歌迷们 是一直挺让人感动的 我的粉丝是最好的 我觉得基本上 歌一年 一年两年 就会看到 韩庚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今后你的变化 就是在你的 你的作品上的变化 比如你出专辑啦 可能你会去拍电影啊 或者以后 你又有什么演唱会了 我觉得是工作上 以后会有变化 对吧 对 如果要下次来的话 我估计要带着 我的家人一起过来 带你家人一起过来 没有 带我的妻子 孩子 那你那不是在 十几年以后吗 那不在十几年以后吗 就十几年以后吗 十几年以后 十几年以后可能退休了 对不起 我就不等你了 韩庚 那我去采访你吧 喜欢带你家人 去拜访我到时候 我觉得生活 你想想以后会怎样 会有很多可能性 就会觉得挺有意思的 值得期待 今天最后还要请韩庚 带来一首新专辑里面的歌 心疼笔记本 咖啡馆的窗外 灵结的喧嚣声 扬起了灰尘 坐下上灵结的气氛 我终于开了口 承认 你强忍着戳气声 压抑着眼神 你只求给一个温柔 然后就转身 心疼你伤很深 心疼你的忍忍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